7月12日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召开的第二阶科学教育论坛上 清华数学系教授王电军校研 自己的女儿上了几只奥数就被她喊停了 她说 女儿问的题目她都做不出来 不是因为题目难 而是奥数班解题的方法是不正确的 良好的教育不是要交给学生们 奇怪的解题方法 这反而会让学生们思维左歪了 兴趣学没了 那么问题来了 我去找了一些题 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7月12日 江苏南京 红山动物园类的一只丹尼赫 在骑游过程中 与另外一只丹尼赫打架 撞断了上会 然后大夫使用3D打印 给丹尼赫照了个钛合金假会 这也许就是IMB玩家吧 7月9日晚上 银达运送废品的货车 因捆扎不牢 导致车上的铁钉 在航涌高路上 沿途抛洒40多公里 导致后方100多辆车 成功招压 200多位工作人员 花了5个小时 才将满地螺丝钉 清理完毕 恢复交通 今日在惠州的小李 叫了个外卖 下楼取外卖的时候 发现兜里正好有20元 就去买了两张瓜瓜乐 然后中了头奖100万 而在中奖的前一天 买了5张瓜瓜乐 中了1000元 前一天的昨天 中了3次 共得奖金960元 小李说 他本来打算持工 回家做点小生意 中奖后更坚定了创业的决心 7月14日 江苏数千因降雨断电 逆降助场内温度升高 氮气味加重 急进头猪出现晕眩状况 老板紧急报警 消费羊来的时候 赶紧给猪洒水降温 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家下天记得多丝瓜 以防中暑 祝军 到了中午的提升心脑环节 最讨厅一支 下天记得多酷了 1分钟 Katake 最讨厅 从真正的投资 5 hit 四 没 1 hit 5 hit eff 2 hit 5 h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